《 角落小夥伴 藍色月夜的魔法之子》的上映 可愛的角落小夥伴也推出了手機遊戲 《 角落小夥伴 電影版》 用魔法戳戳角落小夥伴 這是一款放置型遊戲 只要放著就會有源源不斷的愛心和金錢湧入 愛心可以增加角落小夥伴的價值 金錢則是可以拿來升起小道具和解鎖魔法 只要解鎖新場景 就能夠開啟新增加的愛心和金錢湧入 新的魔法跟新的角落小夥伴喔 不過只是放著是不是有點無聊呢 遊戲畫面的右下角有上限100 次的召喚小夥伴 閒的時候就點好點滿 而且魔法還能夠在有限時間內冒出超級多的小夥伴 看到畫面充滿著可愛的他們 是不是覺得非常療癒呢 推薦給身邊喜歡角落小夥伴的朋友們 不需要花費太多的時間跟腦力 就可以補充一天的可愛能量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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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